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忠 我是谷宽轩 阿扁前总统一间到裴德 闹出了渲染大波 那当然一方面是 有人在讲说阿扁总统在一间引钱 是不是就曾经自杀未遂 更重要一点是 一个佛山五鹰角 竟然踹出了恐怕立委要被起诉 到底是谁踹破这个门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 就是这张照片了 当时就看到就是立委 他特别就来到法务部长这门前 就一踹以后就看到 门还真的破了一个大洞 踹出这张大洞之后 三天之后我们就看 当然这法务部也有话要说 我们就看当中 踹破部长这个门 所以说邱宜盈 近日之内将会被传讯 好 那包括法务部检察室的司长 都讲说邱宜盈被起诉的几率 可能不低 而这件事情让马总统 其实你觉得马总统算不算 这种马总统讲说 这样的情形算不算是妨碍公务呢 马总统都说话了 可是对于绿营来讲的话 他们也要反控 包括马总统 包括曾部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扁总统一个一间 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一些的纷争呢 包括监察院长王建轩都跳进来了 王院长就直接讲说 而且他还说无法无天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 待会现场来宾会有什么样一些想法 这整件事情 当然大家会讲说是对于钱总统 阿扁钱总统到底未来 该怎么样做一个处置 台湾难道会出现像南韩一样 出现一个钱总统 自杀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我觉得是大家最关切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你会不会觉得闷 闷的可能不止你 包括我们的行院长江一华 江院长都觉得闷 他说整个台湾经济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经济大闷锅来形容 是 OK 好 那你也会不会觉得闷 可是他讲完这句话以后 马中统听了大概会更闷吧 因为我都已经做了五年了 你现在说我们的经济闷 那你说我前五年在做什么的感觉呢 好 我们的经济真的会活水吗 那到底是谁把这变成了一锅大闷锅呢 好 待会来听听看 现场来宾会怎么说 如果讲到钱的话 你如果今天看到所有的媒体报道 国营事业 从去年大家就一直关心到现在了 国营事业虽然亏本的有很多了 是 可是员工的福利还是要照顾 还是蛮不错的 OK 包括出外旅游 对 那出外旅游 你说模范员工出去旅游 可是模范员工出去旅游 为什么还有人要陪着出去 对呀 而且还不少人 而且多人 还多了一倍左右 对呀 好 那花几百万 让模范员工出去玩一玩 可是除了模范员工以外 为什么大家还要有陪的呢 待会来听听看 我们的钱是这么花的吗 好 除了这个以外 马中统说改革 其实油店大家都在讲说 油店涨价不代表一定是改革 有很多是要改 譬如说台电中油 都有敦清牧林费吧 对 牧林基金这件事情 结果后来去年被大家讲了以后 大家就收敛了一下 现在赵佑 对 立委就说 是不是还可以再发一下 是发给立委 不是啦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有人要申请补助 活动补助 OK 敦清牧林 那马中统 这算不算改革的一部分 要改 这部分要不要改呢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 现场来听听看吧 如果要这样讲钱的话 以后到国家公园去玩 恭喜您 你的品质可能会提升一些 但是你的费用 会多提升很多 而且理由说是要 希望提升低价的路客团 是啊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意思吗 那为什么一家四口 需要多花一千块 就一起就要付钱了 我们也要付 OK 好 那你觉得该不该付这个钱呢 除了这些以外 核四 核四大概会脱钩了吧 就是公投跟安检 为什么呢 你不信吗 好 待会我们拿一个 投标的公告给你看 你大概就会觉得 肯定脱钩了 来 看比赛 行政院长说出的这番话 全民感受可深了 进入国家公园 明年约旦开始要收费了 一家四口到阿里山完 最多一共得付三千两百元 这难道不闷吗 这个是再次的剥夺 或者是说八两成匹 我想不至于到八两成匹 民众平时缴税 维护国家公园 为何还要收费 这合理吗 国营事业敦清木林补助 朝野立委大刀一砍 删掉了 现在却传出 由立委向台电施压 要恢复这笔经费 这是真的吗 说台电用这种补助经费 作为调额 然后交换立委这种 不要直选 那这个跟魔鬼交易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公堂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用放大镜来检视 就怕浪费 台铁工会招待模范员工 请公假出国玩 引爆争议 其实包括中油 台电和台水 都有这种奖励机制 但这三大国营事业 去年总计亏掉超过七亿 民众想问 这样的补助 真的需要吗 最新时事 就看今天的新闻面对面 好 马上我们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现在立法委员陈学胜 大家好 文化大学新管系教室姚立明 大家好 资讯媒体员谭香楼 大家好 那一开始我们就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就是阿扁钱庄的 一间一个陪德 为什么闹出这么多的一些风波 而且一脚踹破部长的大门 哇 这在史上头一招吧 来 我们让你看一下最新的画面 我开什么玩笑 手会躲起来 堂堂正正的 我们在办公哪里会躲起来 不要老是以那小人之心 在看待别人 如果说立法委员监督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听了不高兴 就控告立法委员的话 那将来我们这些委员如何来问证呢 那部长明明就在里面 还叫秘书 这个骗我们说他不在 然后还把这个灯全部都关掉 把门锁起来 到底是谁是小人 好 专伟 这次大片前从我移间到陪德去 当然你说政府也讲说 给你两百多拼的空间了或怎么样 可是民进党委员反应非常强烈 甚至会出现后面那一段 当然出现后面这一段在舆论上面让民进党的诉求 或者是对法务部在让陈水扁移间的过程里面 包括对于医疗专业的不尊重 对于医院的不尊重 其实都被掩盖了 那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个事情要分开来看 一方面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法务部把陈水扁移间 从台北荣总移到陪德这个医间 法务部不断地强调要尊重医疗专业 这个移间的过程里面 荣总是谁签的字 主治医师知道不知道 那为什么在移间的过程 陈水扁连药都没有带 还要陪德派人坐着高铁北上去拿 陈水扁药服用的药 这些其实法务部都应该做交代 我觉得民进党的立委到法务部去 要求说明跟了解 其实是正正当当 但我觉得应该要控制情绪 你就现实上的状况 那么这一角 无论自己觉得多有道理 但是在舆论上面是让焦点分散 那法务部要对立委要提告 我觉得那就是法务部采取法律行动 那么我们也尊重 但是也并不因为这样 在处理陈水扁疑间的过程里面 对于医疗专业的不尊重也好 对于这个社会反应 那么是不是过度的仓促 或者是选在立法院要处理核四的这个 这个礼拜五的凌晨去做这件事情 那对外界的揣测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为什么不是第二天 为什么不是星期六 我觉得其实难免会让人觉得法务部 其实是算计的 这个政治算计 我觉得太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 法务部也应该要做交代 好 那我们让我们观众朋友 再回顾一下整件事情 经过的一个始末 而现在大家的焦点 大概都摆在 那佛山无音角那一块 那整件事情呢 来 环璇 好 来看上个星期五 大概在清晨的5点30分的时候 当时前总统陈水扁 他移间到台中监狱 陪德医院去服刑 就在中午的时候 就看到绿委非常不满 法务部把这阿扁移间 所以要求要跟部长曾永夫 要面谈去让他踹共 但是后来就看到曾 他是闭门不回应 那就是说邱颖就突然 今天的一踢之后 就不然把这木门给踹破了 知道这个状况之后 马总统说这就是妨碍公务 就在隔天的时候 就眼里要去告发 马英九跟曾永夫 伤害罪 抢制罪 那么时至今一日 看到法务部就说 民进党不要以小人之心 看待别人 还说已经列举了事实 寒送台北地检署 还有当中就是法务部呢 将会妨碍公务罪 毁损公务罪 侮辱公署罪 还有这个毁损罪嫌 等四大罪名起诉 民进党立委丘盈 还说这起诉的几率并不低 这时候也看到 监长院长王建轩说 立委踹破门 无法无天 属于公诉罪 一定要起诉 否则违法 中华民国也再没有什么好搞的 孝老师 可是你刚才看到 邱英英邱委员 他还是讲说 我们就是在问证 什么什么 部长干嘛躲着我们 还在绕着这一块走就对了 我觉得既然骂 骂曾永夫是脑总 那自己就不要当脑总 那个场合叫不叫做问证 以及用这种方式叫不叫做问证 叫不叫立法委员问证 我觉得自己可以坦然以对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的自己知道自己的言行 以及所在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再去解释你的行为 我还比较听得进去 如果今天你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要合理化说 这是我们立法委员的问证 好像我这样的问证 一切都是对的 这种不应该告我们 告我们这我们以后怎么去问证 这种话你讲给鬼听嘛 我说你敢骂人家闹总 没有关系 你在当你用这种方式 想要去回避后续的一些处理 然后去美化简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这不闹吗 邱英踹破的那扇门 是沉定男装的 邱英知道吗 沉定男装的门 你一踹就踹破了 当然我不是说沉定男装的门不牢靠 不是说沉定男 对你讲清楚 不是说沉定男 在民进党执政的那一长段时间里面 是一个我尊敬的政治人物 他作为一个法务部长 即使他之后在政治上面 其实我觉得颇为暗淡 颇为凄惨 可是他作为法务部长 是令人尊敬的 他如果今天在里面的是沉定男 沉定男会做何解释 我不太相信邱英讲的话 大家可以听得进去 那今天如果你真的是要去伸援 伸援什么 我不反对 你今天如果你行使立法委员的职权 在你的国会的议事大厅 在你的委员会里面 你把曾永夫叫来 老实讲就是说在立法院里面来讲 要如何去临持一个政务官的方式多了 就是说中华民国十大酷刑在立法院里面都可以用 但是你离开了立法部门之后 你今天进到了法务部里面 长驱直入 明治的问证 我可以感受民进党如果对于沉水扁 那样的一个疑见的过程当中强烈的不满 我能理解 但是那样子的一个不满 可以去合理化你这样的行为吗 我们常常讲目的不能够使手段合法 何况你的目的也不合法 好 那过程当中 当然你今天可以看到 很多绿营的一些朋友在描述所有这些过程的时候 刘伟 那重点都摆在说 部长你为什么在里面还叫秘书 然后说你不在 反正都关了 对对对 讲到很多这一部分 可是这件事情开始是因为 阿扁前总统一间 段委员刚才也讲 说那个过程 大家可以讨论说 到底是不是适合要移到这 还要居家什么类似的 可是现在所有的人 大概焦点都不放在这个地方 重点就在 民党的委员们 会不会又用这样的方式再去问 他会变成扯到这一部分来 对 所以根据小段跟小龙的说法 其实最大的罪人是内山门 为什么 如果内山门踢不破 你就好 就不小心那个门太烂 被踢破了 所以这个事情整个走样 就扯出了四个罪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要怪那个门 不要怪邱盈 邱盈没有错 邱盈是个女孩 她怎么会把门踢破 没有 还要证明邱盈身体变好了 身体变好了对吧 那化疗有这个后遗症了 会把门踢破 身体变好了 我们说实话 这就是好 方法都不对了 对不对 心里有一把尺嘛 随便嘴巴怎么讲 谁会承认错误呢 尤其在民进党在这个时候 说不定他在他自己的选区 这个时候 好多给他鼓掌 送花 赞啊 东西阿比尔再出来 对不对 但是对不对 根本就不用讨论了 他已经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就 就觉得说 这个已经不是医疗问题 也不是什么司法人选问题 他就是个正式事件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对这个事情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比如说你民进党 像陈信仪今天出来 那个脸多难多臭啊 你真的以为 陪德那么烂吗 那陪德那么烂 那陪德 住了陪德那些 那些病人 早就该死了 都自杀算了 对不对 不是的 所以你要不要回想 今天那个 斯密德讲的一句话 好像很有道理 他关在里面 随便会有犹豫症 每个人都有 我记得姚老师 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一定会有犹豫症嘛 那只不过说 你当个总统 那个犹豫症 恐怕就加倍了 而且可能不是加倍 加很多倍 他一直以为说 这个蔡英文会当选 他可能会特色 结果不但没有 而且好像 而且我必须讲 第一个 我们蓝绿对 这个所谓的分裂 是因为认同的问题 那现在对阿扁这件事情 对不起 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无罪 当然这不包括小段在内 但是即便他认为 他不算是无罪 他也会认为 司法人全新是 还他给他个公道 所以这个是完全无解 两边就是在那边拉扯 永远是变了一个政治问题 第二点 陈随比总统 你要检讨一下 你从小骗到大 他选 谢市长的时候 你记得吧 他说他中毒 被人家下毒 躺在椅子上 我记得那一幕 我还看过 担架 担架吧 对不对 担架 说错了 就轮椅 不是轮椅 担架 差不多了 他反正就骗了 在哪里就不重要 他就是被 就是一直骗了 你当个总统 说你有病 人家不相信 多悲哀的事情 要自己检讨 那第三点就是说 蓝绿都要检讨 就是说 这是个政治事件 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我先说蓝绿色这一部分 你的家属 你家属真的 那么爱沉水扁吗 你这么爱沉水扁 怎么越搬越远了 最好搬到 搬到横村算了 或者搬到金门马祖 更远一点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爱沉水扁 你应该搬到土城旁边 天天去看他 没有吧 这骗人嘛 你如果真的爱沉水扁 你应该搬到土城旁边 天天去看他 没有吧 这骗人嘛 是不是 那在绿色的部分 这个支持者 当然我佩服他们 他们的精神 每天还包车到裴德去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这样是 帮到沉水扁了吗 没有 可是我们蓝色 我平安讲 已经给他243品 这个部分 相当程度 已经吸引了 很多中间选民 说可以了 够了 够了 那你许是还怎么样 可是我必须跟马中东报 马中东我们在帮你忙的 真的要帮你忙 你这个够吗 他这个政治事件 你稍微耍点脑筋嘛 你有没有把它当作 一件事情讨论 你不要说 你没有管过他 你如果你不管 陈水扁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还有十个官司 有六个已经判刑 确定一个 那剩下两个干什么 对不对 你要想 干脆拨个地方 请陈水扁 全家都住进来嘛 全家 全家包括 不是 有罪就住进来嘛 没有罪就欢迎进住嘛 白天也可以走完 上来也可以回来 随便你还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是希望 有家庭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吗 我不能说将计就计嘛 毕竟是个政治事件 马中东 我现在是不是帮你 可是可以这样处理吗 毕竟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就是要不就叫 要不你说我讲 等到如果有定罪 确定那叫特赦 在前面 要不要保外就医的问题 国家有每一道的 不是讲说 大家都讲 那你就弄一个地方 全家住在一起 那还要照顾小孩怎么办 开始不是说1.3平嘛 后来1.8了 1.8了 后来都住在那个明德楼 叫什么 精神楼 北荣叫精神楼 他这个精神也不对 精神好像 那这每一个步骤 都是政治嘛 你说没有政治骗人 他一定有政治在里头 可是段伟 刚才其实问你讲到 顺敏德先生讲了几句话 其中还有就是讲说 他呼吁阿扁说 你要拿出做总统的 最后那一点尊严 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总统 就该有那样 就算今天面临到这些 也不能动辄用什么 忧郁症或自杀 或什么这些 你要有那个样子在 你觉得 我觉得当然刘委员 讲得也比较细虐了 不过我觉得 看阿扁这个事情 应该是要公平 也就是说 我们都说 你是受刑人 可是受刑人 他跟一般的受刑人 我们在待遇上 的确不同 我们有可能看到 对他比较优待的部分 比如说 你想的这个空间 比受刑人 平均要大 在北间的时候 可是人家 是一个大的 比较大的房间 他是一个小的房间 两个人关在一起 而且一般的受刑人 每天可以去工作 上课 早出 然后傍晚回来 那是增加 跟别人相处的机会 但是陈渝免 关在这个陡市之内 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放风 后来经过抗议 变成一个钟头 他就被关在这个里面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灯不能洗掉 要照着他 因为监视器看着他 所以 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讲的好听 就是为了保护他 否则你跟别人接触 万一被人家打了 怎么办呢 不要去担这个责任 但如果是这样 也就是他跟一般的受刑人 其实在这个待遇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你会关在这个小房间 不管是1点8 还是1点4 24小时 就跟另外一个人 关在一起 没有桌子 没有椅子 睡在地上 然后就一个洗澡 拉撒都在里面 这一个正常人 也要关到就出问题了 这是第一点 如果他今天是跟 所有的受刑人一样 大家可以去工作 可以去上课 跟其他的人 有可以互动的机会 有说不定不会这样 但我们讲的好听是为了保护他 因为这样让他承受了 精神上承受了 比别人更大的压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荣总 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病 难道除非我们说荣总说谎 那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病 是不是要用一个病人的标准 或者一个正常的标准 来要求他 你今天跟一个病人讲说 你要勇敢一点 你不要这样子看事情 我觉得那是很荒谬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是有病的话 你对一个病人会这样讲话吗 你用一个正常人 一个健康的人的角度 去看一个病人 或者 我说是这样子 这样子是公平的吗 我坦白讲 我对阿比有很多意见 但是我觉得 他在狱中的待遇 是不人道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 我们并没有 就一个正常 其他他是一个正常人 这样的环境 去关他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关到 精神的存在 如果照正常人 就也让他下工厂 也让他什么民进党的委员 会不会就讲说 他毕竟是个前总统 你怎么能让他去下工厂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 用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来问 因为现实上没有 他就是没有 现实上没有啊 对不对 现实上任何一个受刑人 除了他没有办法工作 有的那个受刑人很老了 七十几岁了 他自己不要 那的确是有的 对不对 但你有给他这个机会吗 你有让他跟其他人接触的机会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正如你讲的 就是现实的情况是重要的 陈水扁的现实情况是 他不是只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 他每天最少有两次的面会 平均 两百多多天里面 四百多场面会 我老实讲我自己 如果说 如果每天都有两个朋友来找我 我必须要跟他长长谈 然后摆了一桌的韭菜 我只要谈两个礼拜 我就已经疯了 你是说是他的朋友来太多 把他搞成这个样子 我不能说来太多 就是说如果说 觉得说他都没有跟人接触 那个讲法是非常不精确的 大部分的受刑人在狱中 他真的就是半小时 然后下工厂的时间 他就是跟那群人在一起 阿扁是几乎今天有任何的人 只要透过委员登记了之后 那个还不是隔着玻璃窗 拿着听筒在讲话 时间到了就咔掉 然后各自都回去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face to face 他的家人 他的比较比较亲近的朋友来 而且你看到媒体的报道 他到了陪的那几天 他吃的 他根本就不吃监狱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是外来的东西 鼎泰峰的小笼包 每样他要的东西 几乎都不需要特别的检验 一般的受刑人吃的东西 不要说在狱中吃了什么 你其实送进去的东西 是怎么送的 我跟刘文雄委员去过 去过老里面去看看朋友 那送的东西哪有这么容易 今天阿扁固然 你说从总统的规格来讲 当然讲不上了 但是今天他在狱中 享受到不管是空间也好 或者说他在各种的面会 甚至于他可以写稿去投书 他几乎要对外 他要透过有人任何的发言 写东西出来投书 几乎没有人敢拦他 因此要说他在那边很孤单 很寂寞 一直有重欲 那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斯密德在讲一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要让斯密德 或者姚老师不要懂斯密德 我觉得斯密德讲一句话 他不是说总统不可以自杀 而是你到了总统这个阶段的时候 不可以让他觉得 你只是拿自杀来闹新闻而已 重点在这里 你如果认为你的行为正当 就像斯密德他们当年坐牢 他们觉得他的行为正当 绝不在迫害者面前求饶 因为如果你主张 或者救援贬的人认为 现在的司法是一个政治迫害 那你就昂起胸 挺起背来对抗 斯密德没有讲他自己那一段 当时李登辉要赦免美丽岛受刑人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其他人都接受了 斯密德说对不起 我不接受你赦免我 是我应该赦免你们的错 这个叫做尊严 我希望法务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我也希望民进党 用那一个踹脚的力量 也花一份心力去改善这一部分 因为已经二三十年了 施明德坐牢那个时候 根本不把人当人看 我们就不提了 因为那是一个威权时代 你自己都执政了八年 当年我现在都不愿意讲了 当年法务部曾经提了一个案子 你都没有去follow 去改善监狱人权要盖 至少空间变大了 陈隋平想想想看 现在今天闹的 所以我是觉得 陈隋平的家人 不应该再出来呛声了 你们是受刑人的家属 不是理直气壮的法务部 要给你什么一级旅馆 要做的就是改变现在的预证 或者假释的条件 或者保外就医的条件 或者居家滞留的可能 因为要调位要有啊 否则中安民国到现在 没有一个名词叫居家治疗 他怎么给你居家治疗 如果陈隋平真的可以居家治疗 那一千个家属 立刻涌到法务部 没有一个人可以 可以不按照这个规矩做嘛 这法务部怎么做呢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对陈隋平的做法 可能在手段上心理上有点 可是我都觉得 这一次的做法无论如何 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陈隋平自己的问题 市民在文章里写得非常清楚 来 陈伟 我是觉得很可惜 是因为当天民进党 几位立法院同仁去抗争 结果只看到抗争行动 但是忽略了可以讨论的本质 陈伟 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讲说 民党委员的那一角 某种程度救了国民党 就是大家把所有的事情 或是说对于 不管经济的不满 什么都不满 或是做 你看长期来马上有民调这么低 可是那一角以后 让很多人开始对民进党 又产生了一些的疑虑 或是又回到了 很早以前的一些民进党 反正很多事情 再往来 他说 你会让我把个死出去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有 但那是很短暂的 因为阿扁事件已经牵扯很久了 就民进党来讲 认为这是政治事件 你就是迫害 那就来因来讲 觉得这是司法案件 对他还过于忽略 所以我说当天去抗争 但是就忽略了到底 本职 本职法务部讲的对不对 所以我特别把那个法务部 那天的报告把它带过来 法务部这个报告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阿扁要一件过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陈前总统出院建议报告书 包括各种的病情 包括神经内科的诊断及治疗 精神科的诊断及治疗 还有其他的中小生理状况 治疗情况到底适不适合 进一步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置 要做说明 第二他一件的过程 他有提到 好像刚刚我们姚老师所提到的 现在台湾在狱中服刑的人 罹患精神疾病有2091人 罹患犹豫症有445人 那么就阿扁来讲 他比这2091人 他获得待遇有多好 他里面有提到了 包括他的空间平数有243平 他的会面次数 可以不限次数 周一到周五 任何时间都会会面 而且他的孙子 妻子都可以在这个区内 自由活动 还有隐蔽的空间 希望他有家庭经纪 跟家属的支持 同时刚刚小段所提到的 他一个人被关独间 可能慢慢会疏离 然后甚至产生一些 情绪上或精神上的一种 其他的症状会出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安排三名受刑人 在日间跟他一同 整理图书杂志 就是慢慢让他 适应群体的生活 我觉得这些细节 是可以讨论 就是说法部你这样做 有没有符合 大家希望改善阿扁 服刑的那个情况 可是这个内容 我看了以后觉得 不错 有在改进 希望改善阿扁 服刑的那个情况 可是这个内容 我看了以后觉得 不错 有在改进 表示有些外界的声音 让法务部也知道 要做改变 可是一脚一串了以后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这个事件 不要再纠缠太久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无解的一句 可是因为今天你的 我还会补一句好 因为我刚刚特别 讲到有一段 你知道我在监牢里面 自杀以后会什么 会结果被死 他什么结果呢 独居房 独居房 他会被处罚 独居房 换句话说 自杀不是一个同情的 你光凭这一点 你就知道我们的 预证人权 在预中里面 确实 确实是 对不对 甚至你自己想自费 去看病 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一方面 我是觉得 当然要立即 你这一部分的问题是说 现在没有互信 对 我们说你再怎么做 这边的人不相信 可是国民党这样做以后 社会大众会多一点人 认为说 还好国民党也这样做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 我们刚刚讲预证 那是可能另外一个 大的议题 可是光讲 阿炳前总统 或是这整件事 为什么民进党的 结果委员 你说到了法务部去以后 那今天一踹以后 那目的呢 或是说在过程当中 你会听到邱颖委员 一直不断的讲一件事 一直提到马总统 甚至还用了一些词 说什么 马总统把你的脏手拿开 意思就是说 整个阿炳前总统的这些事情 全是马英特总统 从头到尾 一手导演的感觉 是这个样子 OK 那当然对于 邱委员他们踹门这件事 马总统有讲说 妨碍公务 或怎么样这些 那马总统对于 阿炳前总统这件事情 其实刚好 就在这两天的 媒体专访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来 怀圈 好 这段媒体专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问题 先来看的是记者 就说阿炳被移送到独享 243平空间的陪德并肩 有部分人是 比喻是现代版的张学良 那么来看马总统怎么说 马总统就说 张学良没有犯罪 被软禁时 还可以去很多地方 和陈水扁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有人曾建议呢 要我比照张学良模式 来处理扁案 让我哭笑不得 然后这种案子 我无从仿效 那么记者又问说 绿营指扣啊 马总统要把阿炳 关到死吗 马总统说 我从来没有指示 要如何处理扁案 这么多案子 也无从指示起 自己是法律人 担任过法务部长 当了总统之后 不敢说司法 有什么了不起的改革 但至少要站回立场 杰明 马总统跟这整件事情 你觉得到底有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绿营的人 所有的 包括邱英 直接讲的好像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马总统一个人 在导演这出细事的感觉 这态度很清楚 马总统其实对陈水扁的案件 是非常在意 所以他每件事 一定势必公亲 我们可以看到 马总统在过去 只要跟他有直接关系的 或者是比较热闹的事情 他肯定是第一时间挑出来 那他其实要表达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陈水扁跟他没关系 陈水扁自己 陈水扁总统自己犯的罪 他就跟他面对这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 他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性 反正这个事情该如何做 就该如何做 表示它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事情 但是他忘记这件事情 当他不断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人们就会想说 你其实跟这个事情 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结果就变成怎么样了 最后大家说 你马总统就是这样 就是不断要欺负陈水扁总统 其实最关键的因子是什么 最关键是 人在衰的时候什么都来 马总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现在的民意支持度 已经降到就是 很衰的 12% 所以如果没有跟马总合在一起 这个事情就不能超起来 其实我有两件事要问 民进党一个问题 第一件事情 如果还在不断地谈 陈水扁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实在很想问一件事 民进党除了陈水扁总统以外是 还有别的事情可以谈吗 今天我们在 民进党再把时间拉到陈水扁 将他那一脚踹下去 这个恍若又回到那个年代 就是民进党只会上街头 只会做什么事情 其实民进党不要忘记 在你执政的时候 你做了很多很好事情 比马英九做得还好 为什么不提这件事 第二件事 而且 陈兵 对不起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两天的媒体氛围 好像莱茵 要把邱茵茵那一脚 再扩大一些 因为你看今天 监察院长 黄建元王院长 你跳出来 白色的花 对 然后说无法无天 因为马总统又有说 那是妨碍公务 然后所有的 包括法务部检察师 检察师很少会 针对个案去讲话 检察师说 起诉几率不低 那感觉上 这件事情一放大以后 那件事情就不太重要 阿扁 陈总统到底怎么样 不caps 所以这是民进党自找的 对 好不容易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 马总统把这几年 台湾经济搞得 所以知道就是我们 就等一下讲的闷 行政院长说的闷 那这个事情 你应该针对这个行政院长 这个闷部分好好谈一谈 不谈 去踹门 所以从头到 我知道 说真的 我在看这个节目 白了想说 最近民进党真的推出一些政策 比如说反核四啊 这个年金虽然做得好像有点压 但是有关心到老百姓在想什么 好不容易觉得民进党有点脱胎换骨的 这一踹下去 我想 哦 民进党还是民进党 民进党不是蔡英文 还是苏贞昌 如何讲的亲民爱民 原来都是假的 重点是什么 想办法透过陈水扁事件 来多多什么 他南部的政治资源 刚才我觉得 刘伟源说的道理 如果民进党的这个 如果说陈水扁家族 真的这么爱陈水扁 那为什么不在土城 他不是没有钱 为什么都买个房子 每天就去看他陈水扁呢 所以我们要说一句话 这我们本来对民进党说 最近国民党做的真的 说真的 真的 虽然没到民不聊生 至少很多老百姓 对国民党执政的那件事情 真的是已经难过到不行 几乎没有做一件事对的 这个情况下 你这个民进党 我们想说 民党你是个执政党 以前一个执政党 你至少做一些事情 让我们感觉到 你真的是一个准备做执政党的人 就没有啊 这个王建轩 我该用什么 无法无天这种字眼 我看了很多人 巴不得要把民进党 蹭的这个机会 好好批一下 这毫无必要的 这是当时的情绪的一个反应 这有什么无法无天吗 就是把门 就是那个门 而且那个还不是真正的门 那就是门上的一个 框框的一个板子而已 显然没贴好 可能有点抽空减料 对呀 那个根本是什么叫 无法无天 想把这个动作 明明只是做秀的动作 把它连到民进党是暴力党 就显出国民党都没出息 趁着人家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 民进党当然理亏嘛 还有人说把这样子踹一脚 他还给蒋福一副 义正言辞的道理 这是没办 这理亏了 这错了嘛 一时情急没想出更绝妙的办法来嘛 所以可是你要把它连到民进党是暴力党 这个是戒列心情 这个是毫没必要的 可是我也提醒 这个是对国民党我觉得可以是个 可以是个儿子 好像一副要追杀 我讲个不特异话 按照那天晚上从来到我看的影片 不要提破门 刚才所讲的罪也都履行了嘛 一定要到提破门才履行 如果真讲法律 那用字简词啦 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嘛 这是一个政治 它要表达的一个态度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就不要讲 这是我对国民党不要往下在 第二个就是民进党 今天倒有一句话我提醒了 不要真的不能迁怒了 到法务部那里已经算迁怒 我就讲说就算它主管机关 今天有民进党讲说 如果别人死掉会有暴力事件 好像危险恐怖事件 这是摆明了是迁怒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威胁 不是的 不可以 就说民进党也要回到 你面对阿兵 你不可以肆意叫牌 好像无限上纲的叫牌 这个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 准备要用你群众的力量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台湾分一半一半 一半能赞成贬出来 一半不赞成 蓝绿是一半一半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不是 OK 我觉得刚刚那个事情 我还讲的一码归一码 国民党没有建立的信息 我觉得这事情 如果要让民众 对于民进党有更多的遐想 来自于民进党 怎么面对这一脚 它处理得好 这事情就过了 它会觉得这是一个 它会面对阿兵事件 它的一个方式 但如果处理得不好 要合理化 这个事情当然会做 其他的联想 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国民党不见到关系 所以道委员 这一脚真是踹上的是 民进党是踹到重伤吗 当然了 这个事件 我一开始就提到了 这个事件 其实对整个问题的焦点 其实是分散 不是当初 我相信包括邱益 他也不希望 这一脚造成 今天这样的一个后果 但现实上出现 当然我们就必须 要承担这个结果 不过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我对几个观点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我觉得阿兵的病 跟其他一千个犯人 这个受刑人的病 它其实上都是 都应该要被好好的对待 你今天不能说 说我不能处理这一千个人 所以阿兵我也不处理了 你是应该要 都要处理 我觉得这个才对 你不能说 我这一千个人 我没办法处理 所以陈水扁我就不处理了 我觉得这个不对嘛 你不能说 今天刘文雄你跌倒了 你对人跌倒 我没有办法去扶 我就不扶你刘文雄 这样也不对啊 今天对于陈水扁的处理 不是因为他有中度忧郁 而是针对他是前总统 所以今天民进党的对照 这件事情说 因为他是前总统 中华民国必须要有一个 特别的处理方式出来 这点我完全同意 接下去要怎样去做政治处理 我认为这些 就是两个党的政治智慧 而不是因为他有中度忧郁 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他放了 谈他的医疗人权 而漠视其他人的医疗人权 欲众比他更严重了 官到死人非常多 那在邱盈这件事 我们因为邱盈的这一踢 大家把焦点摆在陈水扁身上 可是我一直想要问 请问邱盈这件事 他那个动作之后 固然我们也开始试着 用政治行为去模糊 或者合理化那些法律 该去检讨的部分 法律还是应该要要检讨 他终究进到一个公家机关之后 如入无人之境的 直接杀到部长室的门口 葬着几个立法委员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没有警卫敢拦他 然后在那个立法委员 当着媒体的面前踹门 门不好 真的门不好 进去了以后 几乎就是 你怎么办 几乎就是 当着镜头的面前 你在羞辱部长而已 进去了以后 几乎就是 你怎么办 几乎就是 当着镜头的面前 你在羞辱部长而已 那有没有任何 我说以民进党来讲 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有漏进的地方 请纠正我 有没有哪一个民进党的 从党主席开始 说邱毅你这样做不好 同样的今天陈水扁的问题 我还是问的问题 请问有哪一个 从党主席以下 哪一个人告诉我说 陈水扁是犯了罪的 陈水扁是贪污的 但是因为他是总统 我们应该要特别的处理 有没有哪一个 有没有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党 请问对这些行为 你有没有回到一个基准点 去反省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 其他层面的问题 坦白讲我没有听到 陈水扁最大的 到目前为止 最严重的罪是国务集合费 这国务集合费 跟马英九特别费 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吗 是法律上规定不一样 本质上有差别吗 我就问这个问题好了 如果陈水扁用国务集合费 叫做贪污 那马英九为什么 特别费无罪 我问这个问题嘛 所以你不能 就我坦白讲 我基本上我认为说 有相当比例的 这个朋友 或者是支持阿扁的人 认为阿扁是冤枉是无罪的 他两相对照嘛 对不对 为什么马英九 用特资特别费 就用他家里的用度 就OK 陈水扁用国务集合费 用他家里的用度 就不行 叫做贪污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而且判得这么重 一个是无罪 一个判得这么重 这是简单的一个 所以其他定罪的 那个就先不讨论 不不不 他被定的最严重 是这个罪 最重是这个罪嘛 基本上我们说 贪污是国务集合费嘛 对不对 那要去谈谈 他被判无罪的部分呢 所以你今天不可以去 怪说支持他的 我把这两个例子拿起来看 你有什么感受嘛 我问这个问题嘛 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嘛 段伟 请问一下 刚才杰敏也问过 刚才相容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从五都选举 一直到总统大选 我们也有专访一些 民进党的一些的政治人物啊 在讨论 其中都会问到说 对阿免前总统 那未来 感觉上 那个时候 民进党大部分政治人物的感觉 是比较切割的 是没有错 对 那前民党讲说 那现在为什么好像 你说踹门的也有 呛吓的也有 你注意到 你注意到那个时候 一开始切割的 都是在南部的立委 甚至是陈总统 家乡的立委 一开始跳起来 说对不起民进党 当然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 他后来选民改变 那选民为什么会改变 选民是一定是那样盲目吗 所以我提的嘛 大家会比较嘛 大家会比较说 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 陈水扁或者他的家人 甚至最严重是他的女婿 那时候签入了那些案子 大家愤怒 现在大家还是愤怒啊 对不对 可是你两相对比 一个是现在当了总统 一个是前任总统 被关在牢里面 他最严重的 最跟现在坐在位置上 那个总统 在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案子 本质上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这个比较之下 大家会觉得不公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再一次强调 你现在在裴德 在北荣的待遇 当然比他的北间好很多 可你想想看 在北间那个时候的待遇 你想想看 棺材他一瓶多 两个人棺材 即便乡龙兄说 是一天给你一次到两次 跟人家面会一次半个钟头 然后你就棺材那个里面 对不对 你可以写文章 没有桌子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 灯打在你身上 那个监视器要盯着你看 这跟一般受洗人比较起来 我们都说对他优待了 你享受空间比较大 关多久啊 人不会有问题吗 你如果你想想看 这些关心陈水扁的人 他去看到阿扁是这样的一个待遇 我都不认为 我坦白讲 我都对于勇敢的人 我是钦佩 对于有人性怯懦 我坦白说 我从来不谴责 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在那样的一个处境过 我相信在场各位 我没有一个人被这样关过 我凭什么要求一个人 要比我们更勇敢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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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的状况 已经很明显的事情是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这是现在老百姓的想法 不认识你正所税 所造成的2.2兆资金消失掉 或者是五阳高家上去 你开的时候 你会很担心是难得台湾有的一个 一个高一个非常就是高公路外加的一个就是让我们更快速辩解 而且期待已久的 好不认为开通了 结果现在问题很多 要不然就是什么 桃园国际厂从你上任两次讲说要盖 盖到现在桃园国际厂在什么地方不知道 那么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 雪的一件事情是说 这过程所遞延所损失的国家经济力 早就不知道阿扁贪污金额几百几万倍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我们一直指责说马总统啊 你其实在过去这六年的政绩你到底比得上阿扁最后一年 阿扁最后一年至少还把所谓的政府的盈余跟政府支出 人数竟然可以平衡了 至少它减少了公务人员 至少它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组织人数减少 这几年当中你马总统所做的事情 是把它全部变大了 然后连这个18%也把它回来了 然后你所有的建设像至少民养执政的时候 还盖了八条这个国道 你在建内只做一个五阳高架做利落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引设出 其实你阿扁虽然是贪污 但是至少你当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比现在国民党做的是好多一点 这是我们一直论掉 因此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到民进党慢慢的开始 就把陈水扁的神主牌又拉回来的 但你拉回来的重点不是他这个贪污 去凸显他被关在监狱室因为贪污这个问题 而是要凸显之前你陈水扁那个年代 你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101大楼跟现在的双子鸡一比 哇 这个国民党拉 糟透了 那你这些动作不去做 你去踹门干嘛 所以我们就一个所谓的对台湾经济发展 充满期待的一群财经人员说 你应该是不是走错方向了